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不是一百多个 至于病毒 哪怕是一滴水里面就能发现两亿个 这意味着哪怕是喝下一滴水都能够让人类致命 并且这些生命里强悍的微生物中 有90%以上都是我们未曾见过的新型生物 不得不说这片危险的领域 的的确确的令人恐惧的同时 有深深的吸引人心 如果你以为只要你不喝里面的水 就能够在里面平安无事地玩耍的话 那你就大错特错了 一个人在没有任何保护措施的情况下 在里面待不到十分钟 哪怕加上层层保护 也无法在里面超过三十分钟 也许这位蛇心美人正在用他自己的方式 抗拒人类的探索 至于这天然的大洞穴 究竟是怎样形成的 又如何有这么大的魔力 种种疑惑 还并没有得到可靠的解答 并且还有各式各样的秘密 等着人们去探索发现 看到这里的小伙伴们 有什么想说的吗 又或者有什么看法呢 好了 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小伙伴 记得关注转发 订赞哦